花蓮市幼儿园8月14号要开学了 而新捷队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天的上午 特别前往校园来进行小黑蚊的防治作业 市长魏嘉贤希望可以降低蚊虫的密度 不要影响到幼童上课品质 同时他也指示幼儿园要落实环境卫生 确保小朋友们的健康安全 8月14号是花蓮市立幼儿园新学期的开学日 为了让幼童有舒适整洁的学习环境 花蓮市公所清洁队 星期天上午特别前往校园展开小黑蚊防治作业 开学之际我们希望给学童一个安全 然后没有困扰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今天也要感谢我们清洁队 到了我们幼儿园做一个消毒跟维护环境的一个动作 那最主要的是要铺杀我们的小黑蚊 那在这边其实明天就是我们新生的上课日子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到学校来 那可以免于我们虫害的一个叮咬 那引发可能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症状 那在这边感谢我们清洁队 那今天我们整体消毒的一些人员 清洁队表示使用的药剂对人体没有危害 家长可以放心 小黑蚊它虽然不会传播疾病 但是小黑蚊却是带给我们生活上诸多的不便 那我想我们喷药的目的 只是要消灭小黑蚊 那其他的蚊子其实也会跟着 也有消毒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是除虫菊精 除虫菊精的话 它针对是节制动物 那除虫菊精喷了之后 对人体的危害其实并不是太大的 大家放心 我们会按照西市的倍数来做西市 市长渭嘉燕表示 为了让学童有优质的上课场所 市立幼儿园致力做好校园环境清洁卫生 以及景观美化工作 而教学软硬体部分也高规格设计要求 就是要让小朋友来到市立幼儿园 能够健康快乐有效率的学习成长 绝对会幻视报导